房地产税收实际上它出和不出 其实并不仅仅涉及到房地产调控的问题 它涉及到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市权和税收关系的调整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房地产税的出可能还是需要认真研究 这涉及到背后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我们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 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来讲还是在认真的研究 那么因为它还要涉及到立法的问题 所以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大的讨论来最终来颁布实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和程序的 房地产税还是要出的 还是要出台的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房地产税的话 你实际上可以进行节奏调整它